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算房屏 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是在一个我没有拍过的区域 这个区域叫Richmond 这个区域我拍的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区域可能不是华人买的特别多的区域 但是最近几年的话这个区域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今天我突然发现在Richmond有一套非常非常漂亮的湖景房 这套湖景房只有25万8千美金的售价 是个一层的房子有四个卧室 主要是它这个湖面非常的宽广很漂亮 现在我就要打开这个门出去看看这个湖面 外面有很多小鸭子 所以我估计我一打开门小鸭子它就飞走了 我们就看看这个场面 打开门了 生态真的是非常棒这个房子 不太怕人啊小鸭子看到吗 看到后面的这个湖了吗 这就是我今天所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小房子 后面的这个院子就是这种感觉 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小房子的售价是25万8千美金 2200尺四个卧室 房子规规矩矩的 它的挑高还挺高的 是13个fei 也就是说虽然是一层的 但是一点都不压抑的感觉 听到了这个牛羽花香 就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学区还不错 小学初中都是蛮好的 九分十分的学区 它的高中要差一些 高中可能是七分左右的 但是如果你这个房子是用来养老或出租的话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在开会 我们先来看院子吧 今天是休斯顿的下午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钟左右 今天休斯顿有点阴天 所以你看就是天有点懵懵的感觉 但你看它后面的湖面 是不是非常大的湖面 整个这个湖面很大 在这么个价位的房当中 这样的一个湖面是很罕见的 因为那种小的窄户都拍过 包括那种大的湖可能都是那种比较贵的房子 而这个房子院子不大 所以你要是说处理起院子来的话会比较方便 你看后面的院子就这么一点 然后接着就是一个大湖的这种感觉 然后你坐在这喝个茶呀 看看旁边的湖水呀 感觉很美 好现在就让我们进房子里面看一下吧 具体的这个房子的信息我也会写在下面 如果您对这房子感兴趣 欢迎打电话关注我的微信或者是微博联系我 我们就房子看一下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 今天就是阴天是下午4点中午过来看房子 所以亮度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这是一套一层的湖景 一进门就这种感觉 他的这个房子的调高很高 待会我们去看客厅看 他一进门右手边这边呢 就是有三个卧室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其中一个卧室 你看他的调高 13个feet的调高 所以虽然是一层的 但一点都不压一 房型非常好 然后这边是一个推来的厨子 里面是洗机放干机 然后再往这边走是第二个卧室 他每个卧室都很方向正正的 然后现在放的这张床呢 是张Queen的床 再往里走 就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房子是2200尺 四个卧室 两个半洗手间 这是最大的一个客卧 调高依然是13个feet 所以他调高还是蛮好的 这个床也是Queen的床 所以你看得出来 这个卧室还是很大的 好 现在让我们到里面去看 再往前面走 左手边这个呢 其实可以做成一个书房 石墓地板 但他现在做成了一个主餐厅 再往里走 就是客厅和厨房的位置 这个客厅望出去 那边就是湖 所以很漂亮 从这边过来 看过来 一个很漂亮的厨房 在冰箱的旁边 有一个厨房的储藏间 可以放油烟酱醋之类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烟到 有烟到 但是这个抽油烟机 是在微波炉下面的 所以抽油烟机可能 就要不像中式抽油烟机 那么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炉头 这个炉头还是很大的 是一个乳头的乳头 但是使用痕迹感比较强 就是有一些油在上面 不过这个可以清洁一下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客厅 大家的客厅有两面窗户 这边一面 那边一面 所以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就不阴天的时候 房间会更亮堂一些 这就是整个客厅 然后现在呢 我们先去主卧看一下 看完主卧我们就去 它的院子看看 这就是它的主卧了 你看它的主卧和客厅全都是实木地板的 主卧很大 主卧的床是King的床 也就是2米乘2米的床 所以你就看到出这个主卧的大小是非常大的 主卧的洗手间 淋浴间 浴缸 浴缸 双头的洗手台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衣帽间 它的衣帽间还做了隔层 这些地方都有做的非常细致 看一个房子精致不精致呢 要看了很多细节 看这些地方 你看它这儿 虽然房子不是很旧 它这个地方还是要打扫一下的 不过这个倒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拿那些清洁清眼帽刷一下就好 无意间拍到了我的大肚子 这个旁边就是 马桶间 好了 现在让我们去 在从博市里可以看得到外面的湖景 天气好的时候会更美 而且这边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就是这个房子的主卧 你看它的床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从这个窗户看不到床的位置 这样的话隐私性会更好一些 而且这个窗户还是很高的这种 半落地的窗户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 漂亮的湖景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院子 院子不大 但是湖景的面积非常大 走过来给它看一下 今天小鸭子在排队开会 就这湖边捡鸭蛋也能捡很多 当然了你不能捡鸭蛋 这些小鸭子在 有的时候会漆漆过来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有可能那种白鹿会更多一点 所以自然景观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门 你可以打开这个门出去溜达一下 当然了其实坐在这里喝个茶就已经很美了 如果今天天气非常好 蓝天白云的话 你会感觉这更美 这边有一个通道 是从前门通过来的一个通道 所以整个的占地并不是很大 这个整个占地是6000尺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套房子了 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或对修盾地产感兴趣的话 欢迎随之叫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下期再见 拜拜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